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來解這個 你可以按暫停自己解看 在這裡呢要先介紹一下就是說 2的x次它如果平方的就是4的x次 2的-x次平方的就是4的-x次 那也許有的人就會想說 所以我要把這個當a 這個當a平方 這當b 這當b平方這樣會不會很難算 或者是說把這個當a 這當a分之1 這當b 這當a平方這a平方分之1 這樣會不會很難算 那我要說的就是 其實你真的這樣子做 也還是有可能解出來 但是比較不建議 如果你想要自己做 趕快按暫停 那如果你需要一點提示的話 這個東西並不是它的平方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設這個為a的話 這一題並不是2a平方-7a加10 因為怎麼樣 因為2的x次加2的-x次 它如果平方完之後 會是這個平方 和2ab 2乘2的x次乘2的-x次 和這個的平方 可以嗎 那其中2的x次和2的-x次是會消掉的 所以這裡其實是2 所以這裡其實是2 也就是它是這個 換言之啊 其實這個是它-2 可以嗎 所以說本題我們會變成 沉進來齁 這個會乘到2這個也會乘到2齁 那還是-7的 這個加這一個 只是這裡-4加10變成加6等於0 然後它可以因式分解 這個會變成 2乘2是4再加上3就是7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先寫這個3 然後 解到這裡為止有看懂嗎 那如果你覺得有點亂 其實你可以設A 把這個設A 然後自己去列4 我就不列給你看了 設A的版本自己寫 那它就是說這個 2倍的 因為這個等於是A平方-2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它的平方-2 所以它是2倍的A平方-2-7A加10等於0 然後展開一項 你就會得到A等於2分之3或者是2 可是注意喔 這不是答案 答案不是2分之3或2 為什麼 因為我們解這個計算題 一定是解除X 所以你這樣子沒有做完 那2的X次加2的-X次 如果會等於2分之3 或者2的話 到底X會是多少 你說我怎麼知道啊 它這題有點難 它使用到了我們這個 第一章學到的另外一個姿勢 算起不等4裡面我們提到 任何證數加上它的倒數都一定會大於等於2 任何證數加上它的倒數都一定會大於等於2 那證明的過程就是這樣寫的嘛 它加它除以2大於等於 這兩個相乘會變1 所以移過去你就得到這個結論 所以其實這一個2分之3是不可能的 它一定會大於等於2 那你就會發現說 剛好等於2對不對 算起不等4裡又提到了 怎麼樣才可以讓算起不等4等號剛好發生呢 左一半等於右一半的時候 所以當 2的X次正好等於2的-X次的時候 也就是各自都分到1的時候 也就是說怎麼樣 2的X次等於1的話 X等於0 那這個時候2的-X次也是1嘛 那因為我們這一題不是要求這個最小值嘛 我們是要求解它 所以求解這一個式子 所以我們換一下敘事的這個流程 我們改說是說怎麼樣呢 我現在已經知道它會等於2 是它的最小值了嘛 所以此時 這個時候這個會等於1 也就是這個會等於0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了 可以嗎 有一點點難 看下面這題 他說如果X在0到3之間的話 求這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也是一樣啦 我們把2的X次次單位之數 然後這會是一個 那個2的X次的1元2次的多項4 然後配方法求極值 所以它會變成是 注意喔 這個加2會變成 那個2的X次又乘上2的平方 也就是說會乘上4 可以嗎 這樣子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寫在最前面的 但是沒有關係 下一行再換 配方法還記不記得 這個 留住前兩項 那個加5拉到後面去 這裡要補上什麼呢 要怎麼配呢 要配這個一半的平方 那為什麼是放它的一半 因為最後你要變成一個完全平方式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 如果為了避免有學生 就是國中的時候沒有學到配方法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很快的介紹一下 我要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加常數 利用這個完全平方式大於等於0的特色 我就可以知道說 你到時候這個式值一定會 要不然就剛好是常數 我這個如果等於0的話 你就剛好是常數 我這個如果大於0 你就會超過那個常數 所以就有最小值 就是這個常數了 如果前面這裡有乘一個負號 就是最大值 這樣 因為這個會變成負的 大於等於0的數字叫負的嘛 對不對 就變小於等於0的 好 那怎麼配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我這一行會變成這樣 代表它展開回去會變成這裡 所以展開回去會得到a平方加2甲 a加甲平方 所以2甲a會是-4a 所以一個甲其實是-2 所以就是說這個地方是放它的一半 那等它展回去的時候 就可以讓上面這裡順利的出現這個造鈔的部分 然後呢 展回去的時候還會有這個的平方嘛 所以熟練的老師會直接跟你講常數 就是放一次係數一半的平方 尤其是121144169 因為它剛好對應到11平方12平方跟13平方 所以這一定要會 然後呢 你其實不能無緣無故加4在這裡 所以我們會在加5這裡扣4 有的人會直接說我把這個5拿4進來然後留1在外面 也是可以的 那我習慣是 不要用這種心算的模式而是怎麼樣 我寫一個加5之後裡面加4外面扣4 這樣 我就知道它會有最小值是1 因為這裡是大於等於0的 回來到這裡啊 我們的係數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所以它會變成它的一半 是-2 然後呢這裡會有它的平方 加4 -4 加1 到目前為止 我按個暫停看一下 所以呢我們可以說 當 關號0等於0就會讓這整個東西等於0 要不然它就會是一個正數 那麼加1之後就會超過1 所以讓關號0等於0 也就是2x次 等於2的時候 即 x等於1時 f of x為 最小值等於1 那最大值呢 它題目說x在0到3之間 可是我們的這個2次4是2x次的2次4 不是x的2次4 所以我們要去想說x如果在0到3之間的話 2的x次呢 那它其實會在最少是2的0次是1 最多是2的3次也就是8 而當這個2的x次它等於2的時候 讓它這個東西有最小值 如果你國中有學好這個2次函數圖形 你應該了解到 2次函數圖形是軸對稱的圖形 拋物線 而且我們的領導係數是正的 所以它開口向上 這個開口向上的圖形 我跟你說當它的2的x次 是2的時候有最小值 那你應該可以理解 如果它不是2的話 離2離得越遠的會讓它爬得越高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的範圍是 剛剛說這個x0到3的話 2的x次是1到8 所以它其實是1到8的話 那你就可以理解到說這個8畫這裡 畫太遠畫不了 所以它所求的這個圖形裡面怎麼樣 最低點是用2的x4等於2的時候 而最高點則是用2的x4等於8的時候 也就是x4是3的時候 就會拿到它的最高點 那這個時候呢 8減2是6平方 36加1 37 這就是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我們在這裡補一個 就是剛剛這件事 說 因為 那通常我們會在這裡做一個判斷 要取 為什麼會是取8 我們剛剛說離它離得越遠 你會看到 這個老師或者是講義上 可能會這樣畫一條線 這是1 這是8 就是說現在被允許的2的x4在1到8之間 然後你說當2的時候有最小值 我們會這樣寫 那這樣離它比較遠的這個8就會有最大值 可以嗎 好的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下一集會開始介紹應用問題